我国一直十分不重 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防建设 更是被称为一箭狂魔 完成了许多被世界上 其他国家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例如说珠宝大桥的修建 班葬铁路的修建 以及三峡大坝水力工程的修建等等 尤其是三峡大坝 是我国到目前为止 最大的水力工程 同时也是重要的战工程 兼具都世界第一 而若若发生战争 这些设施建设都有可能 被敌方适合打击目标 三峡大坝也不例外 那么三峡大坝当真那么容易被打击吗 看看这些军事力量就知道了 三峡大坝世界上发电量最大 防洪效益最大八电站 位于中国腹地湖北宜昌 高度为185米 却高度175米 我国在修建的同时 也十分重工程的防护性 我国在修建时 也充分考虑到了战争的困境 从坝体本身的角度来看 采用了2689万吨混土 255万吨的钢材 以及29万吨的钢筋来建造 可以说坝体本身 就预备超强的稳定性 以及超高的安全系统 在坝区附近 我国部署大批军事力量 除了有专门的军队进行巡逻外 又有红旗9 红旗16以红旗9的防空导弹 形成了严密防体系 其次 在东南地区 我国还分布有大量军用机 以及防空室 大区附近的三支地面防空部队 更是大的增加了防御性 可以说想要突破这层防御 几乎是没有可能的 看完这些军事力量 谁还敢想 将三峡大师做打击目标吧 那便是让他们有来无回 这是规模巨大的东城 防御性越是严密 无论是任何兵力 武器来袭 中国都会将其打回原意 看了这些军事力量 谁还敢动这个念头 优优独播剧场